那麼接下來我們要給各位看一下就是 因為有些時候老師可能會有什麼 有PDF或者是您本身現在就有PowerPoint對不對 那假設你不想要浪費掉那些東西 你也可以把它匯進來 不過呢因為我們剛剛會有遇到那個中文字的問題對不對 所以你如果把PowerPoint匯進來的時候 會像我們剛剛所看到的 我們在這裡 這個 您可以看到我們現在這一個 這一個的話我把它匯進來沒有錯 但是呢這裡有一個小小的問題 有一個小小問題 也就是說您一般正常來講您進來之後呢 在他的這邊 這裡卡住了 等一下 這裡你看喔如果你把它匯進來 第一個會遇到中文有沒有 有點跑掉對不對 所以你記得那個布景主題要把它變成什麼 中文的 那你的文字才會看得到 不然你會發現有些時候 PowerPoint進來那個文字通常不見了 那第二個因為會有漏字嘛 所以看你有沒有需要去補 或者用英文去把它補起來 那我們可以實際上來做一下 您如果真的有需要從這邊 你看有沒有一個PowerPoint的 在哪裡 在這裡 對不對 好 但是這個部分它就需要用到線上的服務 因為它必須要把PowerPoint傳到它的SERVER上 去做一個轉換之後 再把它放到你的那個簡報裡面 所以這個要一點點時間 那我先在我們簡報裡面 把那個過程先給您看一下 您如果匯入的時候呢 假設您傳完成功的 它在這邊會有一個這個 呈現的方式讓你去選擇 有沒有一個Layout 好 像我現在用的就是第一個 那你也可以變成不同的方式呈現 那如果確定沒問題的 你就可以把它加入進來 把它加進來之後呢 你再來去選擇 就是你會先看到我們上面這裡 就是看你要插入哪幾頁 排成什麼樣子加進來 加進來之後 它就照你剛剛所看到的樣子 像這樣去幫你排列出來 這樣你了解了 好 這個是用這種方式 那如果你本身是PDF的 PDF的就會變成像我們現在這一個 剛剛前面看的這個 PDF會變成這樣 你一個一頁的 假設你有三頁的PDF 它進來就變三個好像圖片一樣 變三個好像圖片一樣 你可以自己去安排說 我要放在哪裡 放在哪裡 那YouTube更不是問題的 因為YouTube呢 你只要告訴他你的YouTube的影片在哪裡 網址就好了 直接放進來就OK了 這樣了解了 所以這個是如果說你有需要的話 當然我會比較建議啦 既然你都選擇要用Place 還要帶著PowerPoint的這個包袱幹嘛 試著把它丟掉 你丟掉了之後你才會有新的想法 對不對 不然你只是換不同的 換個Place來呈現PowerPoint 感覺起來 好像就是覺得怪怪的 這個是給您參考一下 這是匯入這個所謂的簡報的時候 您會看到的 OK 那等一下呢 我們再來看一下有幾個可能您會用到的 再跟您做說明 我把畫面先還給您 所以您可以先稍微試看看 比如說您找一部那個YouTube的影片 可能就先不用測 因為那個要一點點時間 那就是像YouTube影片沒有問題 進來然後擺在哪裡都OK 甚至YouTube那邊 你現在也可以自己決定什麼 我要從哪一個時間點開始播放 不一定每次都從第一 最前面那裡播 YouTube那邊可以設定 所以你只要把那個設定完了 網址貼過來 那這邊它就跟你做同步了